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生前并不是很出名 他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画家 沙奇本人的经历绝对会让许多人大于震惊 他不仅和黑帮大佬杜月生有所联系 后来还师从徐悲鸿先生学到了许多先生的画迹 1937年又在徐悲鸿先生的推荐下 前往比利史进修 成为比利史王家艺术学院院长的入室弟子 在绘画界大家的指点下 沙奇进步飞速 在油画素描雕塑等领域 成绩名列前茅 甚至还在毕业时获得了艺术界很难得到的 优秀美术金质奖章奖项 令当时比利史的艺术界震惊不已 那时沙奇的才华才刚刚显露出来 大部分人只是对他比较重视 认为他只是比较有潜力 但是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头已经苏醒的雄狮 当他创作的作品参与几次画展之后 众人才意识到这位年轻人的实力究竟有多强悍 直至今为止 比利史王史还收藏了他创作的吹笛女 可以看出沙奇的实力不容小觑 沙奇在比利史生活学习了八年之后 1946年他选择离开了这个国度 开始周游列国 在旅游的图中作画 在离开比利史的次年 沙奇不幸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因此只能结束在国外的旅行 他在中国大使馆的帮助下 回到了家乡银县养病 而沙奇本人也在养病的时间里被人遗忘 期间徐悲鸿还曾推荐他去当一名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 但是因为病情没有成型 沙奇销声秘密集的日子并不平静 他和妻子离婚 同时和儿子分散异地 可以说生活并不美满 1952年 一个欧洲艺术代表团来到中国 在周恩来总理身边 屡次夸赞沙奇的造诣极高 总理起初并不知道沙奇是谁 后来询问徐悲鸿 方知齐经历造诣 病知齐养病在家 足通知中央统战部 每月给沙奇拨付生活费 于是正在养病的沙奇 生活有了保障 沙奇病情严重 接下来的几年中 一直在医院住院治疗 后来还遇到了文革 被扣上了打帽子 万幸的是 他的大哥沙孟海 提前把沙奇的百余副作品 都捐给了浙江省博物馆 文革时期 沙奇依旧是在沉寂 他即使是有心 也会因为时期特殊和病情的影响 而无法作画 直到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结束后 沙奇才逐渐迎来了 创作的辉煌时期 同时 辉煌界都在全力支持他 举办画展 媒体界也都争相报道这位传奇人物 沙奇的热度持续了一段时间 后来他再次回到乡间作画 开始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 并且留下了大量画作 沙奇很喜欢绘画 但是无奈于晚年又患上了中风 不得不放下手中画笔 然后被儿子接到上海一家医院治疗 最终在医院里度过余生 他真正被大众熟知 其实还是在近几年 沙奇在报纸上的涂鸦作品被拍卖出几百万的高价了 人们才意识到这位画家究竟有多伟大 许多绘画界知名人士都高度的评价他 认为他是近百年来最富有个性的艺术家之一 他拉近了中外油画水平的差距是不可忘记的存在 沙奇确实是一位不应该被忘记的天才艺术家 他的作品只会让人越加喜欢 他的个性与天赋是独一无二 这样的人会在历史长河里灼灼生辉 他的作品今后不会再暗淡下了 一些美术评论家评论他的油画 就是当在世界任何著名的博物馆 也绝不会逊色 他的作品可与樊高赛上等西方油画大师 相提并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